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清了董卓是没有发展的 从外境过来直接就霍乱超纲 所以即使董卓要重用提拔开 他也不追随董卓 相反跟着十八路驻侯一起讨董卓 所以这个立场他站得非常稳定 到后来他迎汉县帝迁都到许昌 即使他自己已经一家独大了 他完全有条件取汉县帝而带着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依然把汉县帝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很客气 当然他对外说 这叫奉天子以令不臣 反对他的人说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不管怎么说 曹操在活着的时候是奉汉帝为正统的 他没有篡位 当时天底下那么多英雄豪杰 谁也不服谁 如果没有曹操一通华了 最后仅剩下江东孙权了 和这个偏安于一州一带 就蜀中一带的刘备 剩下北方大部分地区 曹操都给统一了 他又实行囤田制 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就把东汉末年的战乱 在他手里短暂的给结束了 所以曹操一大功能 政治功能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络 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环境中 曹操能够从一个缺乏政治资本的小力 到逐渐剿灭群雄 统一北方的汉象 并不都是借天子之名 公元一百九十六年 应汉县帝至许昌 曹操就向汉县帝表达其治国施政 应遵循 富国强兵 用贤任能的思想 关渡之战后 曹操在军队中 挑选一些有军功的将士 担任地方行政官员 严格抑制地方豪强 推行民法之治的政策 另一方面 曹操积极地在交通便利的地区 实行囤田制度 官府提供土地 收获的古物 按比例分成 用官方计量 官六思四 不用官方计量 官私对分 不但是战时的粮草供应有了保障 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 表纳税负的负担 正是由于曹操所推行的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相关政策 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才使得原本动乱不已的东汉末年 重新有了秩序 所以你从这点来看 曹操政治上很有头脑 他是不会因为一时之虚名 一时之享受 就把这些政治上的大致观都扔掉 所以曹操是个杰出的政治家 他采取的政治方略 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曹操第二点 伟大的军事家 曹操一辈的深惊百战 而且留下了很多军事方面的 有名的一些论断和结论 其中他典型的代表作 曹操一两万兵马 破了袁绍十多万兵马 实现统一北方最关键的一战 公元一百九十九年 袁绍交选精兵十万 战马万匹 南下进攻许多 一跑把邪天赐以令诸侯的曹操 关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开战 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对峙 公元二百年 袁绍派车运粮 囤积乌朝 袁绍谋士许优投奔曹操 建议清兵齐洗乌朝 烧其资重 曹操那其建议 并新帅步骑五千 冒用援军旗号 利用夜暗走小路 偷洗乌朝 大破援军 并将其粮草 全数烧毁 导致了袁绍军心动摇 大军崩溃 袁绍逃了 袁绍败了 关渡之战 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搞结束 成为中国历史上 以弱胜强 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力 曹操也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 写下了他军事生涯 最辉煌的一夜 当然了 咱们不必会 曹操打了不少败仗 那三国里边 这不是有那么一段说的很有意思 当然这不全事实 但很典型 说这个蜀中刘章 手下张松 这张松呢 不愿意跟着刘章了 想把蜀中这个地盘献出 献给谁呢 后来我们知道他献给刘备了 但一开始没有 他选的是曹操 见到曹操 曹操看着张松长得有点丑陋 不大瞧得起他 就带着张松到这教军场看 你看我这兵马 非常雄壮 可称天下无敌 结果是张松说句神 城乡用兵如神 大军到处 战必胜 攻必取 张松岂能不知啊 比如 昔日浦阳宫旅布之时 完成战章秀之 纸壁于周廊 寡荣逢官宇 隔须气泡于铜官 多传必见于卫水 这六件事全是曹操倒霉的 曹操气坏了 把张松乱棍打住 但是曹操我们说 任何一个伟大军事家 不可能是百战百胜 你像赤壁之战 这没得说的 在他最后大败亏书 他正是由于有失败的例子 曹操才能在失败当中总结经验 所以曹操一生 军事上的剑术不及其数 赤壁之战的失利 是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但他善于谋略 迅速稳定内部 养兵再战 公元211年 曹操率大军亲征梁州 大摆韩隋 马超等关中联军 马超等于割地求和 曹操不允 并再次大摆关中联军 两年后 曹操主马超 破韩隋 灭宋建 平定关中 公元215年 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 于是抢先一步 率十万大军 亲征汉中当武 攻克城池 比得当鲁投降 陷出汉中 在多年的征战中 曹操不必见识 不必辅阅 常常亲自领兵上阵 指挥若定 以武力征服天下 取得的成功 当得起卓越二字 那么他在政治军事上 这种能力的体现 来源自他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曹操用人 很有一套 在历史上 曹操这个用人之术 是很有名的 他有三个特点 为财是举 知人善任 惜财如命 为财是举 曹操只要你有能力 我不管你出身自哪 我都举荐 你看他手下 咱们当然三鬼矮一离 一说都是武将 什么曹洪 徐楚 什么徐晃 张辽 张和 李典 岳晋 于晋 其实曹洪和徐楚 是豪强 就有势力的贵族 在下拘录人士李典 在下卫国人士岳晋 夏侯元 夏侯敦兄弟 领壮士千语 特来投奔曹兄 岳晋 于晋 这些人 包括张辽 这是底层 勋苦人出身 可是他们有能力 曹操一概往上提拔 包括张辽 确实是跟着吕布混的 投降过来着 他也不计较这些事 依然给予重用提拔 再有的你看 当年反他得有个人 这是监安妻子李一个陈林 他当时呢 替袁绍呢 写 骂曹操的 当时陈林归袁绍管 这陈林写的非常刻薄 把曹操家祖宗拔蛋 发不祖宗都骂出来了 私通曹操 其祖父曹操 其为恭为奸患 饕铁放纵 伤化虐名 其父曹操 贪如柴 雕如蛇 毒如蝎 狠如狼 曹操一门 从祖道孙 敬为罪烟 敬为罪烟 异与愁 腐臭勾当 曹操当时啊 头疼 头疼得厉害 一看这西文 写得好啊 这么精彩 骂着他也说精彩 好文章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陈灵的这篇西文 就是灵丹尿药啊 无封 早好啊 后来呢 平定袁绍之后呢 把陈灵收过来呢 就说你的文采确实好 我不计较张连绍 重用陈灵 你的财气 是既逼人 又邪人 今后啊 智政 与您 清史丹淑 都少不了你这样的人才 你看 这叫唯财失举 在知人善任 什么叫知人善任 首先你得知道谁是人才 第二得知道他是哪类人才 第三 得把他搁到合适位置上 曹操手下用这些谋士 就体现他知人善任 你把徐玉擅长什么 成郁擅长什么 郭家擅长什么 许优擅长什么 你像许优 当时跟着袁绍 后来觉得 袁绍这不行了 他想偷曹操 结果曹操这时候 非常了解 这个知识分子想要什么 曹操一听说怎么 许优来了 当时把这鞋都没穿 光脚就出来了 迎接着许优 孟小兄 望里相迎 着实力在下 受处若尽 许优说古人是道旅相迎 就古代啊 那君主啊 李贤下世 一听说来了能人来 鞋来不及穿好 这鞋倒着 塌了这就出来了 您比那还厉害 您鞋都不穿了 光脚就出来迎我了 这是天上掉下一座金山呀 哎呀惨 我的兄台相助 大事可成 许优这时候本来担心 我从袁绍那出来 孟德能不能收留我 没想到还这么客气 所以他了解这许优的能力 而且从袁绍那过来 那能带来大量情报 所以马上重用他 听取他的意见 这才有战官度定四周 平定袁绍 所以这曹操知人善人 第三个呢 惜财如命 他不管是文官武将 你像队武将 我们都知道点威 三国演义说 一流二到三点威 四关五马六张飞 勇士 说点威怎么死的呢 怨曹操 说曹操 把晚成攻下来呢 仰印寿拿下 他不该呢 把张秀他婶子 给弄过来了 跟他婶子 天天在帐中循环作乐 结果张秀气坏了 本来我都投降你了 你这么侮辱于我 半夜三更发生突然袭击 眼看曹操 这命就要休息 幸亏点威 在这块 历称着 结果点威牺牲了自己 负着曹操一命 这三国演义这么写 但历史上 真实的并不是这样 就是点威帮着曹操打仗 奋力杀敌 最后死到战场 曹孟德是痛哭流涕 哎呀 可惜呀 我一元大将 哭他 全军都很感动 到了第二年 曹操打元术的时候 从这个地界经过 想起这事了 马上又摆灵堂 又哭拜点位 跟所有人说 去年在此地呀 折我一元大将点位 吐啥我也 他下级所有人都感动 曹操真爱财 你看 惜财如命 所以曹操在用人上 是很有意好 我去年轻缩 我去年轻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